来担任 上午举行了宣誓典礼 就上演了表姐夫 向表妹宣誓 以及鞠躬的画面 民众就炮轰 蔡政府一手遮天 就是独裁 民嘴则断言说 以后民众想要告政府 根本告不赢 学者分析 因为院长掌握了行政权力 在台面下 必然会产生影响力 举右手宣读誓词 举手宣誓的吴明洪 正是总统的表姐夫 向自己的表妹宣誓 就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难道嘉天下连眼都不眼了吗 向监视人鞠躬 总统不必嫌亲自出席 有史以来第一次 表妹当总统 表姐夫当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政大教授说 院长能掌握行政权力 像是提名谁当庭长 或分案时怎么做 从蓝军的党产案 之前的中天案 到百姓和蔡政府打行政官司 最后统统得到 最高行政法院决定 当总统的任命 表姐夫当院长 是不是全世界首例 过去民众会告赢的 只不到一成 当他用了表姐夫以后 老百姓你要打官司 你就打不赢了 换句话说 以后所有告小英政府的行政诉讼 最后统统是 总统表姐夫管的法院决定 网友大骂 台湾就是蔡皇家 内举不必轻 国家就是我家 百姓要如何和总统抗衡 就是他独裁 他一手遮天 从统从里到外都是他的人 你怎么搞 会不公平啊 因为都是他们自己人啊 蔡英文在搞家天下 政坛的一个耻辱 总统的表姐林美珠 在小营日内当过劳动部长 正回换表姐夫 接掌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蔡总统内举似乎真的不必轻 记者程序已沉浸台北参谋报道